我們看這屏幕 如果圖 三小型ABC與三小型DBC 皆為邊長是2的正三小型 如果平面ABC與平面DBC 所成二面角為60度 是求cos角ABD之值 那我們看這個圖 首先在這裡我們取 VC線段的終點 角色為M點 那因為VC線段長是2 所以這時候VM線段長是1 那我們去連接AM線段 那這時候因為三小型ABC 是邊長為2的正三小型 所以這AM線段會與VC線段互相隨直 也就是AM線段是三小型ABC的高 那麼以致這VM線段長是1 AB線段長是2 所以我們可以算出AM線段長 我們寫到這裡來 這等於根號 這是2的平方 減掉1的平方 我們算出這等於根號3 這是製造三小型 旗邊長是2 一股長是1 所以我們算出另一股長 這是根號3 那這時候呢 我們再去連接這DAM線段 那我們算出AM線段是根號3 那麼這時候呢 這DAM線段長呢 也是根號3 標示一下 那以致 這兩平面所成的二面角為60度 所以呢 這是直角 那這裡是直角 所以代表呢 這時候 角 AMD 這是等於 60度 這是二面角 那麼 這時候 這裡是60度 那AM線段長 是等於 DAM線段長 所以呢 我們再去連接 AD線段 那麼 這時候呢 三小型 AMD 就會是 正三角形 因為呢 這頂角是60度 那兩腰長都是 等長 這根號3 所以呢 這是正三小型 然後 AD線段長 我們就得知 這是 根號3 所以 理由呢 是 這裡 AM線段長是根號3 那 DAM線段長 也是根號3 那 角AMD是60度 所以呢 這三小型 這 AMD 為 為 正 三角形 那麼我們就得知 這 AD線段長 是等於 根號3 那麼 這時候呢 我們看三小型 ABD 那 以知 AB線段長 是2 那 BB線段長 也是2 標示一下 那 AD線段長 是根號3 所以我們要求 這 角ABD 的 cos值 所以呢 我們說 根據這個余璇定理 那 cos 角 ABD 這等於 分母呢 是2 乘以 這夾邊 長度都是2 所以是2乘以2乘以2 然後分子呢 這是2的平方 加2的平方 去減掉 這是 根號3 的平方 所以 在這裡呢 我們算出 這cos sin 叫 ABD 這指為 這是 八分之五 這個答案 因此我們回答 這答案是 八分之五 這個答案 這個答案